今天上午南京有不少二三岁的小朋友在父母的陪同下聚到了一块 他们中间有双胞胎还有三胞胎 为什么什么原因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 是因为当初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一场严峻的生死劫力 眼前的这个三胞胎兄弟也许很多人都觉得很陌生 不过两年多前他们的出生曾成为南京各家媒体的头条新闻 2010年4月27日晚上6点到8点间 这个同卵三胞胎兄弟在浦口一家医院早产生下来 大宝刚出生时体重仅1100克 二宝体重1800克 小宝体重为1750克 三兄弟当时明显没有发育完全 太小了 然后因为两斤多三斤多 就是很小 就是到这边来经过他们的抢救 然后送到保农山 三个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 在当地医院的协助下 三兄弟被这辆婴儿转运车 接送至中大医院新生儿抢救室 从浦口到中大医院约一个半小时车程 但对于重症患儿来说 每一分钟都很危险 幸运的是三个孩子被平安送到了医院 接受治疗 目前他们的体重都已经达到30斤左右 身体状况和同龄孩子没有区别 说转运的到我们车子以后呢 我们会用这个进口的转运奶箱 那么是美国记忆的 会把它放在箱子里面 那么首先因为早产出来以后呢 它会有一些问题 需要有养环境啦 需要有呼吸支持啦 那么我们车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呼吸机 一些配置 那么我们有这个空气瓶和氧气瓶 包括还有湿化器 转运车在一定程度上 堪比流动的重症监护室 在新生儿转运中 最多情况就是转运早产儿 因为发育不完全 他们的情况也最为危险 这对双胞胎兄弟当年也幸得转运车的生死接力 将濒临死亡的他们顺利转送抢救了生命 孩子的奶奶说 兄弟俩当年才七个半月就早产出来了 即使是单胎生存的几率都很小 何况是双胎 如今这些曾经因为早产重症的孩子 现在的身体状态都很好 江苏城